十四,猛经终结战,两株桃杏印离邪,装点商山富史家,何是春风容不得,何因吹折树枝花,宋王雨衬,春居杂戏。 除韩魏继承问题之外,成吉思汗临终前,另一件放心不下的事情就是与金朝的战争。 临死前,他还嘱咐说,金朝的精兵都在同关,同关难聚华山,北靠大河,形势险妙,难以攻下。 但是,宋朝与金国有世仇如向南宋借道,就可出兵直到开封,这时,金朝必从同关调兵,同关几十万大军千里复原,人马疲惫,虽感到却不能占,如此金国可灭。 倭阔台继位后,遵行富含的灭金一策,发动了灭金之战,金猛战争进入了最残酷的阶段。 129年,倭阔台派遣克列义替人肃哥出使金,劝于金国向蒙古纳遂攻,遭到金哀宗拒绝,此后经过一年的整兵图想。 1230年秋,蒙古军兵分三路进攻金国,托雷率领西陆军从原西夏地区南下,与原在庆阳地区的蒙军汇合向凤翔进攻,中陆军由倭阔台寒同帅经山西过黄河向金兆同关方向进攻,东陆军由塔斯同帅向魏州进攻。 1231年农历四月春,托雷率军攻克凤翔,许宝基,并派遣使节肃不喊到南宋商谈借路,途经碾州时被南宋守将张宣杀掉,托雷大怒,率军攻破大赞关,武力解决了向南宋借路的问题,并连克星园陕西汉中,荆州陕西安康。 向东南挺进攻取房山,在挥石东下,兵封指向邓州。 这时,经朝大将完颜何达与伊拉普阿率机动部队15万大军在邓州西南境内的羽山迎战。 这个兵团是经朝的战略机动部队,是一支精锐部队,主要用来应援各地紧张局势。 同时,也是备战同关的主力军。 托雷自知兵力不足,已攻击邓州,所以故与金军正面交锋,金军来袭,猛军进退。 托雷利用金军奋拙,窃战的弱点,采用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术与之周旋。 完颜何达,伊拉普阿见托雷军并不强大,又创蒙古大军趁须袭击开封,于是带领机动部队15万人主动回防开封。 托雷见状,留下一部分猛军牵制邓州,其余主力绕过邓州,向北挺进。 尾随完颜何达伊拉普阿的金军直接杀向开封。 一路上,托雷的骑兵不断地袭击金军,金军全力还击时,托雷又不战而去,在金军一驻营,他又来袭,且夜间鼓噪已绕之,使得金军一路且行且战,吃不好也睡不稳,疲惫不堪。 与此同时,窝阔台汗统帅的中路军已经攻占了河中府,经山西水济县,铜州、跨州和金兆东南部分地区,并派出肃部台率一支盟军攻击同关南关。 但是,苏不台战败而回,趁着龙东时节,黄河结兵,窝阔台率军渡河南下,并派一部分部队南下与托雷会合。 1232年正月,东路盟军攻克魏州,兵临开封城下,托雷到达军州,经河南宇县,以南的三丰山后,继续袭扰完颜河达伊拉普阿的金军。 随即,中路军也适时赶到与托雷会合,而后,趁着风雪大作之时,托雷将盟军散成口袋镇,包围了完颜河达伊拉普阿的金军。 此时,金军良静人伐,一些士兵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,军事输甲州,江丽雪中。 随后,蒙古军故意让开通往军州的道路,设下埋伏,待金军经过时,突然发起总攻,大败金军。 金将杨沃贤,樊泽,张会战死,伊拉普阿向开封方向突围,却被蒙军活捉, 管颜河达,率残部,败归君州城,被蒙古军包围,中阴寡妇敌众,乘破被杀。 三丰山之战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,经朝元气大伤,灭亡指日可干。 农历三月,窝阔台,拖雷,得胜北环,刘肃不台等率蒙古军围攻开封,令塔斯与忽都武统兵攻略定河,以南各地。 开封的经朝军民进行了顽强的保卫战,蒙古军九功不克,经过九混,入下后,开封城内瘟疫流行。 农历七月,蒙古使者唐庆入城劝降,为京军所杀,何以不成,孤城开封已到梁静之时,熬到农历十二月,经哀宗决定逃出开封,于次年农历六月逃到蔡州,经河南汝南,不久后开封,中京,经河南洛阳市,相继陷落。 自开封被围,蒙古数次前史南宋,约请联兵灭金,南宋受金国的压抑已有百余年,积贫积弱,目起沉沉。 此时,见经朝大势已去,不尽幸灾乐祸,也想趁此机会报复经朝。 1233年,农历八月,南宋与蒙古达成协议,联手出兵灭金。 农历九月,塔查尔率领蒙古军至蔡州,农历十一月,南宋以蒙古为统帅,发兵两万,运粮三十万弹,抵达蔡州城南,双方划定围城地界,约定互不侵犯,屡约合攻蔡州。 农历十二月,宋蒙两军对蔡州城发动进攻,京军顽强守城,战斗十分激烈,但是城内粮食断绝,京军陷入绝境。 1234年,正月初时,金埃宗将帝位传给蔡州城的东面元帅完颜成林,指望他率领大家杀出蔡州。 然而,就在完颜成林继位之日,宋蒙两军分别从南门西门攻入蔡州城,完颜成林率领一千京军精锐,与蒙宋联军展开激烈巷战,金埃宗见蔡州城以铺,自已身亡。 完颜成林也为乱兵所杀,立国一百二十年的京帝国就此灭亡。 随后,蒙宋双方协商将原京朝统治的河南分为两部分。 陈州经河南淮阳,蔡州经河南汝南,以北的州郡归蒙古占领,以南地区归南宋占领。 蒙古军主力撤回北方,南宋军队也撤回襄阳、信阳等地驻扎。 但是,对于这一次的协商结果,双方都不满意。 南宋认为,这些土地本是自家祖上的基业,应该都归属自己,而蒙古自持强大,更不愿将到手的肥肉拱手相让。 不久后,趁蒙古军撤回草原之际,南宋出兵收服中原的大片失地,却也为蒙古大军大局讨伐南宋埋下了伏饼。